猎狗群疯狂地扑了上来,形成了包围圈。 西姆三兄妹虽然很害怕,但是不能放弃食物。 这是最后一次看到西姆三兄妹一起与猎狗群搏斗强食。 猎狗群对他们兄妹来说是童年的梦魇。 他们一共有七兄妹,在已知的记录中有三位兄妹和一个阿姨都是死在猎狗的攻击下。 西姆姐妹俩最终放弃了食物,逃了出来,而他们的弟弟就再也没有看到过。 论个体的实力,猎狗不是狮子的对手,但是集体围攻,猎狗凭借前后配合夹击,在他们强大就齿撕扯力下,具有非常大的杀伤力。 站在高地,洞察周围的一切是独立生存的猫科动物,经常采取自我防护与善于狩猎的一种方法。 我们经常看到,猎豹花豹都是非常喜欢登高望远,他们的视力是我们人类的六倍。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面,关于Zim Hungry师群两姐妹,我们只有零星的关于他们的消息,只知道他们在萨北与曼耶来地边缘地带漫游。 他们生活得很隐秘,直到2019年下半年,他们遇到统治萨北地区的牛油果雄狮。 姐妹俩需要雄狮的保护,因此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牛油果雄狮的统治,这是他们俩姐妹重建Zim Hungry师群的新开始。 动物的本能,只有感到安全,没有威胁之后,才敢若无忌惮,大大方方地睡觉。 而在流浪时期,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这样,毫无顾忌地躺睡的。 几个月之后,2020年初,西姆母狮暂别了她的妹妹,独自生下了小西。 这是隔了七年之后,狮群诞生的唯一新生命。 七年时间,对于狮子来说,相当于我们人类,隔了两代人。 在小西出生后不久,西姆母狮的妹妹,却得了病去世了。 于是就有了我们上一期视频,为了躲避猎狗伤害,小西爬树自救的画面。 春去秋来,艰难的生存条件,没有压垮这对命运多喘的狮群。 西姆母狮,还是习惯带着女儿,登到高地眺望,观察。 一方面可以防备,面临危险,可以更快速地反应。 一方面还可以对猎物的移动方向做出判断。 这是来自经验的总结,也是生存的智慧。 西姆母狮表现得很好。 初为母亲的她,把女儿小西养得健健康康。 这得益于西姆丰富的生存经验,以及高超的狩猎技术。 西姆母狮捕获了一头雌性的粘角铃。 她带着女儿过来,想把她拖到隐秘处,猎狗的嗅觉十分灵敏。 她们随时都会出现。 只要有一头出现,她们通过叫声,能迅速地集合,一大群猎狗过来。 所以,动作要快,这头不幸地粘角铃。 够她们母女俩,勉强度过一个星期了。 狮子每天都要补充大量的水分,吃完接着要喝水,睡醒接着要喝水。 这几乎是她们生活的连贯性动作。 喝得多,但喝得慢,她们完全是靠舌头,卷成勺状,往嘴巴里送水。 所以,她们喝水时间特别长。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稀母母狮的警惕。 这与她成长经历有关,她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尽管她们现在是待在她女儿父亲雄狮的领地内。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她们母女俩遭遇了牛油果雄狮金发的驱逐。 那一次的遭遇,对小夕来说,真的是个致命的威胁。 好在有惊无险,小夕躲过了,来自她叔叔的伤害。 后来的母女俩,对萨北地区,小夕父亲的领地内,也不再感到安全。 于是,西母带着小夕,沿着她流浪成长的路线, 回到她母亲,和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萨比森西部地区的Edub,这里记载着她们诗群的兴衰史。 西街联盟,杜祖男,坏男孩,塞拉提,保卫者,或者还有今天的图姆贝拉。 根据最新的消息说, 昨天看到,西母狮与图姆贝拉雄狮在一起。 我还没来得及去确认信息的真伪。 是拍摄的游客搞错了对象,错认了西母狮。 还是西母狮为了保护女儿,而尾身使出的权益之计。 孤独的西母与她女儿的故事,还在继续,女儿小夕正在茁壮成长。 虽然,她们现在狮群的命运仍然岌岌可危, 现在的生存环境,也依然没有改变。 衷心的希望,西母与小夕能继续延续Zim Hungry狮群的骄傲。 耐心看到这里的,都是有心人。 不妨点个关注或者赞赞支持下。 也可以留言互动一下,说说下期的狮子王国, 你们希望听到哪个狮子故事。